大家好,我是银枪 今天我想来讲讲什么是共产主义 我作为一个中国的普通老百姓 我怎么理解的共产主义 在北宋的时候有一个大师叫张寨 他的横渠四句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为天地利心,为生民利命 为往胜即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横渠四句先古以来比较有名 是后来被奉为儒家的文人的一种 精神上的一种自我激励 自我要求的一种心法 其实我觉得共产主义这东西 它不是一个死东西 任何以原教旨主义的思想来理解 一种思想的人都一定会走火入魔 不管是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 还是共产主义的这种思想 凡是坚持了原教旨主义的 一般都会越来越极端 因为每个思想的原初的教义上面 都有一些比较不符合当代的 不符合未来的一种思路 这些思路必须随着时间的进化 来进行优胜劣汰 进行淘汰 去伪存真 去苏取经 我们当代的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 表面上说是来自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但是凡是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 就跟马克思老人家和他的战友们 所思考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一致 那也是不现实的 凡是坚持了马克思的那种 那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人 在中国的革命当中 都遭遇了血和生命的教训 这是一步一步的用鲜血生命战火 什么的 人员财侃损失 总结出来的血的教训 就是完全不能够完全的 根据原教旨主义来走 中国现在搞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也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 它其实是把外来的这种 踏山之石可以公寓的 这个踏山之石和中国的 中国人思想里面的这种 一些传统的一种思想 进行了一种结合 我竟然咳嗽的好厉害 共产主义的这个理想 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呢 共产主义就是 简单的说就是各取所需 各尽所能 共产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共同分配财产 一个就是共同生产 就就是这么两个意思 但是一些反华反中 反共的一些狗逼东西呢 他们就喜欢把它 错误的归纳为 共同分配财产 意思就是说 穷人 但人口大多数的穷人 不用劳动 就可以去抢 占人口少数的富人的 这个财产 占人口少数的这个富人 通过自己的城市劳动 合法经营 积累的财富 因为一被共产了 然后就被这些穷人 瓜分了 然后就引起了 人们的这种恐慌 制造这种恐慌 来歪曲扭曲共产主义 但其实共产主义的 本质 主要就是共同生产 在一种合理的方式下 共同生产 而且共产主义 必须做大蛋糕 把蛋糕做大 它必须是比社会主义 更高级的一种形式 哎呀 啊 并不是说 张村有一个蛋糕 李村没有蛋糕 王村没有蛋糕 然后李村王村去抢张村的蛋糕 而不是的 是张村李村王村 大家每个都有一千个蛋糕 并且每个月都能生产一千个蛋糕 然后大家就可以各取所需 来共同生产 然后每个人呢 在保证了这个物质财产的 供应的条件下 就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 比如有的人擅长做取 有的人擅长做木工 有的人擅长做铁匠 有的人擅长搞电子计算机 有的人擅长搞航天飞机 就是各进所能 其实人类的这个成员 人类的这个亿万成员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才能 都被抹杀掉了 比如有的人擅长心算 他能记得住 Pi 3.1415926 后面的一万个数 两千个数 像这的人可能在那 他出生在战乱国家 然后呢 出生在战乱国家 然后一场战争打下来 他就被打死了 他就被毫无意义的被炸死了 就是越穷越打越打越穷 而中国的这个 中国的国家战略呢 一带一路啊 之类的 就是为了让中国变得更富强 同时 先把自己做大做强 然后让全世界人民都更富强 哎哟 小孩别闹了 让全世界人民都更富强呢 然后呢 大家共同进入了一种 每个人都能生产 一个月生产 一千个蛋糕 这么一种状态 然后大家都可以 把自己的才能 充分地发挥出来 然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今天我没有打好稿子 就这么随手的乱讲 也没有这么规划 现在讲讲那个横曲字句 跟共产主义的关系 横曲字句 为天地利心 因为天地利心不就是一种 秉持着天下大同的一种思想吗 那个为生命立命 为生命立命 就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为网胜季节学 就是每个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 把过去的传统的一些 好的这些知识技能 继承和发扬 把人类的好的 这个科学技术文化的遗产 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然后最后一个是什么来着 为万事开太平 就是让全世界 全人类 全地球 都能够进入一种物质极大丰富 永远的富乐安康的这么一种状态 这就是共产主义理想 有人会说了 共产主义理想到现在还没有实现 从来也没有实现过 对啊 是没有实现过 所以共产主义理想是一种理想 儒家人的思想就是 有时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不管可为不可为 反正就是要为之 因为这是对的 对的就要为之 不管我们能走到哪一步 我们就要用我们的毕生的这种 才能和自己的努力往前走 能走到哪里走到哪里 就算还没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 地球爆炸了 宇宙灭亡了 我们也要在活着的时候 就要努力的往前走 这是一种中国古代的这种儒家的精神 也是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理想的 这么一种精神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是理解的这么一种共产主义